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帮助大学毕业生 在他们毕业后发起和带领事工活动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工具 叫做核心领效挑战 你们可能知道核心志愿者挑战 它已经帮助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学生 发起各种树林运动 这个挑战可以帮助毕业生 在自己的处境中开始事工服饰 这个挑战是用于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即将毕业或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需要什么 一张白纸 一支笔 以及一本圣经 或圣经应用程序 首先 把纸折三折 折好折后 问问毕业生 在你所处的群体和工作当中 最大需要是什么 在他们回答后 在白纸顶端写上 你的意向是什么 问他们 你认为毕业后神会如何使用你 带来天国的影响力 请毕业生画一幅画代表他们的意向 他们完成后 写上天国意向 向他们解释 天国意向 就是你在自己的处境中 火出最大的诫命 以及大使命的意向 接着 请毕业生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 问问他们 神要你做什么 一定要让毕业生充分理解大使命 然后问 他给你什么应许 清楚地告诉他们 耶稣不仅在大学期间与他们同在 而且当他们去做门徒造酒 与朋友相处 在群体中生活 在职场与同事打交道的时候 耶稣都会与他们同在 接下来 让毕业生读一读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 问问他们 保罗要让提摩太明白什么 画出属灵倍增的图示 解释保罗是在教导提摩太 事工团队应该如何服事 一定要让毕业生明白 属灵倍增的概念 写上 团队 告诉他们 要达成你的意向 你就需要合适的人 与你并肩服事 问问他们 大学毕业后 你的朋友及同事 可以如何一起服事 然后写上 教练 向他们解释 持续建立运动 也需要教练 问问毕业生 谁可以给你指导 在最下面的三分之一处写上 计划和持续装备 告诉毕业生 仅仅有意向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计划和持续装备 这样你的事工服事 才会有目的性 问问他们 你的计划中 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让他们思考片刻 然后列出需要包括的内容 然后询问 我是否可以分享几点意见 写上 祷告 关怀 和分享 然后问问他们 哪五个非基督徒朋友 或同事 你可以为他们祷告 关心他们 并和他们分享 让他们把这些人的名字 写下来 然后写上 组建团队 并问问他们 你可以和哪五个朋友 结成团队 为毕业后的服事事工 一起设想和规划 让他们把这些人的名字 写下来 然后 问问毕业生 你认为在大学毕业后 开展施工服饰 需要哪些工具 给他们一些时间思考和反思 在他们思考后 问问他们 你是否可以和他们分享一些工具 像毕业生展示 Leader Impact视频 并告诉他们 还有其他资源 可以利用在持续装备的部分写上 1 2 3 在数字1旁边写上 饼干小道 告诉他们 饼干小道可以帮助你一步一步的和自己的同事分享福音 然后写上 启动 告诉他们 启动 这个资源可以帮助你们组建团队 一起把你们的使命活出来 最后 写上 导师或教练 告诉他们 教练或导师 可以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意想 向他们解释 这三项是我们希望通过 SOM和Leader Impact 为他们提供持续装备的资源 最后 感谢毕业生花时间参与 并约好时间 下周继续探讨他们接下来的工作 感谢你的了解 关键领袖挑战 我们祷告这个工具 可以帮助你们毕业生 在一生的服饰当中 都能够持续倍增 且不断发展 感谢观看